Hello YouTube 我是Minecraft manyun 今天呢 我就會玩個暴落衝突 因為暴落衝突 你看到是這裡 都是新的版面 有新新更新的 我們就會介紹更新的 不過有一些 步驟我已經過了 我就會大約告訴大家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先按它 你見到版本也不見 即是變成 一點點 對了 那我們 我們本身的Base就是這樣 好了 就算了 然後滾滾滾地圖 然後呢 就會發現你這裡 是一架船戶 那你就會 一按下去呢 在版面呢 就會看到 有 有人玩過Base來的 算了 不管了 我現在要 弄好我辭職陣 不知道誰不斷亂動我的Base 為什麼我弄好它 箭塔在裡面的 唉 算了 那我就 講解一下有什麼新更新 那這裡的防空火炮 是會射得快一點的 三支 那這個 比較一下這裡先 這裡的防禦 這個是防空火箭 那這裡 是寫慢一點的 那所以建築 這個就 建築大本營的東西 所以是比較厲害的 我不知道誰不斷動我的Base 不斷動我的Base 就是有人在動我的Base 不知道誰 不斷動得很好 然後它又狂動 狂動 狂動 不知道誰 是很煩的 哪條粉窗 唉 那 那 我就發現這裡有一個 GEM MINE 它是這樣的 最大的 我量就是十分 十分 十分 對 那它就會有 它就會每日 就是你 你當去到 見到 師大本營第3級 那時候 這個GEM MINE 就會出現 然後你可以 用 千二聖水 去 萬二聖水 去修理 這樣之後 修理過一會 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加GEMs 我幫你只有52顆GEMs 現在有50顆GEMs 所以很快 那地雷呢 就可以攻擊 地下 或者上面 上面那個很搞笑 哈哈 那 那 那 這個 快速攻擊 就可以攻擊 遠程一點 那 這個 低一點呢 就可以 攻擊得快一點 攻擊OK一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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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你想玩 點 那 那 快速攻擊 那 這個 又 這個 滲了一次眼後 裡面 那 這裡 有一個 古代野馬人神像 我猜到沒有什麼特別 那 然後 去到這裡 這個叫 時間中流的東西 然後他就 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提速 那 你訓練的東西快一點 即是訓練部隊 那之後還有一些東西都會快一點的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戰爭機器了 在場列舉在最大的鐵材 當你最大的鐵材時走到機器 發出了故障 稍微收復 它便能投入 故鬥 這個就是戰爭機器很厲害的 那就是星空實驗室 那我就這樣 不是不是 對 研究一下就會升級一點 好像那個 這裡的城市 那我們今天的 新更新的影片就是這麼多了 那就請 大家如果我說得好 你清楚明白有什麼 有什麼在裡面的話呢 就請給個like 或者subscribe 看完影片去 或者訂閱 訂閱 或者給個like 那就 see ya guys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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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再見 有